小伙跳下白蜜高大矮楼 本以为能摔西碎 居然出现了奇迹 下坠速度瞬间变慢 他竟然看见一个小姐姐 正当男人愣神时 小姐姐紧闭双眼 扑斥一下也跳了下来 小伙顿时蒙了圈 这跳楼也有阻队的 他赶紧凑了上去 开心地打着招呼 然而女人见到他 却伤心地转过头 男人见小姐姐哭得正香 于是有个大胆的想法 他掏出50年没洗的丝袜 递给小姐姐擦眼泪 这是一股腰风袭来 丝袜被吹飞了出去 男人有点尴尬 就在这时 小姐姐主动握紧男人的手 两人王八看绿豆看对了眼 他们手拉手漂浮在空中 开启了浪漫的跳楼之旅 男人兴奋地把嘴凑了上来 就在女人小鹿乱创时 然而下一秒 他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 用力推开了男人 我的天哪 原来是丘比特看不下去了 拦在他们中间 危机解除后 真好十分地嘚瑟 在二人面前 跳起了小天鹅 小姐姐开心坏了 男人这一波操作 看得牛顿都惊呆了 随后男人利用顺风 快速飞向女人 他们双手紧握 在半空中跳起广场舞 两人相见很晚 开心地像对夫妻一样 不断地变换着姿势 要是淡淡不停醒 估计他们忘了这是在跳楼 此时离人生终点越来越近 于是两人深情地看向彼此 嘴对上了嘴 在最后一刻成功脱单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死神在向他们招手 两人都非常后悔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如果是我跳楼到一半 应该赶紧打电话求助救援 那如果是你会怎么办呢 这个手雷可不是一般人 曾经扎死过上万个鬼子 如今他被小李飞刀炫了两圈后 直接被淡淡徒手掰开 咔扒一下瞬间骨肉分离 我用勺子把果泥拿出来备孕 随后挑一颗配菜 扒掉干瘪的外壳 放在菜板上 咔嚓一下切成两半 再用小李飞刀横着切五下 翻过来顺着他的纹理 瞬间就切成了闪子块 但是为了口味更好 把它剁成小丁 放进祖传的石碗里 扎一颗发财树上的甜辣椒 咔扒把它一分为二 取出里面的辣椒籽 切成轻一色的小别墅备用 最重要的三步是 把没洗的西红柿去掉叶子 用工具压成俄罗斯方块 拿出单身18年的乒乓球 做好死趴后 只要长得好看的一半 把它放进特制容器里 轻轻一按 挤出两滴三花淡奶 拿出调味料 撒上胡椒粉和黑色的白芝麻 再经过9947下的搅拌 使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冷藏半个小时后 在周围撒上一圈奥利奥 美味的美味就做好了 第一口请我的粉丝们先吃 酸酸甜甜味道真是一级棒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我做的是什么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男人不仅发明了极光炮 还发明了巨型光剑 轻轻一动就把飞机披成两半 更可怕的是 居然把月球一分为二 起初光剑只有萤火虫那么大 可它使劲一怼 光剑瞬间变长 兴奋的男人想要测试下他的威力 不管是空纸箱 还是八分熟的苹果 都能轻松劈成两半 随后小哥捂住男人眼睛 令人扔出物体 激光剑竟也能完美切开 劈开纯铁的木板 就跟玩似的 如此厉害的激光剑 你想不想要一把 然而激光剑还在继续变长 眼看就要把房顶捅个窟窿 可光剑还是半成品 并没安装调节长短的开关 他们赶紧把光剑拿出房间 男人下楼非常小心 可还是把墙壁划出几个大洞 终于来到街上 光剑已经比房子还高 这时波波勒走了过来 男人吓一跳 竟然不小心把电线切断了 波波勒掏出武器 让男人举起手来 男人照做 可没成想把路过的飞机 劈成了两半 波波勒吓坏了 立马逮捕了男人 随后波波勒进行了搜身 从损好的兜里找到一把螺丝刀 男人看到后 瞬间想到解决的方法 没想到光剑威力太大 拔出来是低面都被切个口子 男人接过光剑 赶紧用工具松开螺丝 终于关闭了光剑 可还没来得及庆祝 只听一声俱响 我的妈呀 男孩一辈子都不能笑 只要一笑 就会消失不见 同伴四处寻找 妈妈咪呀 大叔竟然挂在了男孩上 爸爸找来了消防员 这才把他抱了下来 随后父亲举起鞋底子 想叫一下男孩 看到同伴捡起买胎的冰棍 不嫌弃地吃进嘴里 男孩一笑 又不见了 这也太吓人了 惊魂未定的父亲抬头一看 男孩又挂树上了 还好消防员有上次的经验 很快把男孩救了下来 原来陈好刚出生就有超能力 只要一笑 就会随机顺移 父母找了半天 发现小孩坐在柜子上 为了训练男孩不孝 无时无刻都看淡淡电影 结果陈好实在没忍住 不知没了 更尴尬的是大年29 陈好给奶奶半年 收到一元的巨款 她开心坏了 好嘛 年也别过了 出去找孩子吧 好容易要到了17岁生年 这是一个女孩闯入她的视线 陈好眼睛都看呆了 女孩再微微一笑 妈妈咪呀 陈好又笑没了 让人想不到的是胖早时 同学巴基摔在地上 9块900的遮羞布也破了 澡堂里的男人 个个笑出了主角 结果男孩也被传染 搜一下没了 竟然顺应到 女同学家的窗户上 他只能拿出杀手锏 不幸的是 这次直接顺应到大街上 面对人来人往的路人 男孩的心里五味杂陈 为什么别人能 自无忌惮地微笑 而自己却不能 一年后陈好回到了家里 他彻底崩溃了 一时父母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们一起放声大笑 靠着顺应的能力 一家人永远手牵手 过上了想笑就笑的幸福生活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有一笑就顺应的潮能力 会怎么合理使用呢 搜的一下 刚出生的宝宝飞了出去 这是咋回事 就在刚刚 小姐姐在哄儿子 对面有个熊孩子 拿个破薯片缠他儿子 看着孩子被戏弄 这可不能忍 他掰动轮椅的开关 拉紧弹簧 母子俩不断地往后退 下一秒 宝宝搜的一下 被发射了出来 就在熊孩子沉浸在美味时 宝宝毫不犹豫地伸出小手 拿走薯片 怎么样 看你还得瑟不 这个宝宝可是个大胃王 看到二姐把最后的葡萄吃了 可他还没有吃口 这可咋办 两个姐姐可不能做事不管 大姐敲了个鸡蛋 搅拌三下 做成蛋炒蛋 开启头饰模式 宝宝只能先塞塞牙缝 二姐又拿来大葱 这碗妞儿也挺好吃的 葱后送上水果 宝宝还是不客气地糟了起来 正餐是个烤公鸡 姐姐强忍住满嘴的口水 把小鸡儿从烤箱里拿出来 俩儿小心翼翼地端给大胃王弟弟 这可是他一个人的午餐 伺候完弟弟 两个姐姐累的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三分钟后 鸡肉吃的一点渣都不剩 骨头还要杂杂味 你说这是不是扯淡 感谢观众淡淡 下期见拜拜 一个肥皂泡能有多厉害 但他砸中美女眼睛 这让正在劈叉的女人 从空中突然下翻 咬鸡 直接躺平 摔得八壳流血 一会儿的功夫就把红地毯染红 后台的医生穿上小丑的衣服 把美女台上担架 装作是舞台效果 观众看得还挺带劲 目睹这一切的老伴哭成个泪人 可下一秒 他发现儿子吉吉国王闯了大火 煤气罐巨大的冲击力 把帅哥顶飞 竟然把笼子砸弯 被关的大猫已经饿了一年 他冲向舞台 一个全身豹儿的美女 想必跟他是同类 而大猫不愿意给他一爪子 这时我新歌怒了 要去英雄就美 他一个大跳 好巧不巧被火山点燃 连人带火就朝观众席去了 另一边大boss正在做交易 他发现妈那项都是符号 这恐怕是被耍了 拎起箱子就拍到一个卡拉密 拿起饮料瓶子哭吃一下 又倒一个 俩手滴楼起强哥就推了出去 而光头掉在史莱的警车上 这大脑瓜子 吓得小哥放出了烟雾袋 司机看不清方向 静止冲进了马戏团里 被前面的哑铃卡住 车子突然后空翻 砸碎了一个男人 巨大的冲创力 让楼上的三人掉了下去 受到惊吓的宝马和人群冲了出来 最初吹着泡泡的女孩 也在妈妈的保护下逃离了危险 因为视频全程盗放 吸引你了不是结果 而是寻找根源 刚才发生的一系列蝴蝶效应惨剧 到头来竟是因为铁蛋吹的泡泡 真相确实可悲 所以说珍惜生命 远离熊孩子 那么我说两句 小孩吹个泡 美女奔了西 大佬砸小弟 警员开翻车 我是蛋蛋 喜欢的逛个柱 下期见拜拜